这里是乌克兰东南方城市 马里乌波尔 民众连买个东西 一刻都不得安宁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成为 俄军轰炸的无辜牺牲品 而明明三月五号 无二双方才刚达成停火协议 有了停火协议 医护人员还是没有停下来 看到医院满到没有病床 给遭到攻击送医的平民 一旁的医护人员 医院里还有失去孩子的妈妈 哭到双脚无力 自己的孩子待在家 也被弹片重伤头部不幸丧生 种种悲剧 让准备好拯救市民的 马里乌波尔市长 希望完全破灭 说射就射 要撤就撤 俄罗斯到底是真心想停火撤离平民 还是只是利用机会重整部队 好来发动下一波攻击 俄罗斯看起来没有要履行协议 而刚和乌克兰外长结束会谈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马不停蹄奔走摩尔多瓦立陶宛等国 而根据外媒报导 布林肯强调美国已经有 俄军蓄意攻击平民的可信报告 同时也正在收集记录 要提供给相关当局 对俄罗斯进行战争罪的调查 进行我黄盛凯族佳林报导